北京时间2022年1月14日 国安宣布谢峰回归 担任球队主教练 1988年谢峰进入北京队 后跟随球队获得两次足鞋杯冠军 一次假意亚军 曾与高宏波、高峰、曹建东一起被称为京城四大名部 1998年谢峰转会至深圳队 并在2001年退役 退役后谢峰转型教练 2016年回归国安 以代理主教练身份帮助球队拿到赛季第五 2017年下创施密特到来 谢峰再次离开 谢峰带队的这段时间伸手国安球迷喜爱 还曾提拔了巴顿这样的年轻球员 2018-2020赛季 谢峰复合北队任职 曾在2020赛季带领球队打进争冠组 如今在国安昆顿之际 谢峰回归之教 虽然看起来像救火 但这几个赛季中超联赛遭遇寒冬 在各家都急一缩食的情况下 本土主帅是比外籍教练更合适的选择 更何况是熟悉球队的老陈 现阶段没有人比谢峰更适合国安了